昨天呢 参加了他的婚礼 今天呢 播报他的婚礼 没错 他呢 就是我的兄弟 好兄弟 百克力 阿波拉江啊 新疆朋友 没错 他呢 和张阳果儿的婚礼呢 昨日在美丽的上海外滩举行了 新郎百克力呢 可谓是做了十分的准备 很多时候是问我 哎呀 这个婚礼情节该怎么发呀 婚礼当时要准备什么 很焦急 但是婚礼现场非常成功 这样 我们去看看 两人的婚礼简直就是堪称 女孩们的梦想婚礼的典范之作 欣赏一下 浪漫美丽的外滩 帅气拉风的摩托车 五彩缤纷的气球 再加上神圣华丽的西式教堂 昨天 所有的这一切 只为了一对碧人闪耀 上海主持人百克力和一人张阳果儿 这对主持人的精童玉女 从相识相知再到相爱 才不过一年的时间 不过两人间的默契和浓情 早就满满的溢出来了 嫁给我 求婚仪式就这么的浪漫 那么两人的婚礼当天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和所有处在这一刻的男人一样 百克力也紧张到睡不着觉 虽然晚上真的是失眠 尽管现在精神绝朔 但是应该是睡了一个多小时 睡不着 不过所有大喜日子 都要从百般折磨开始 没错 那就是突破重重关卡接新娘 即便是林亚立志的主持人百克力 也没有能够轻易过关 虽然勉强通过了这最后一道门 刻一看到身着美丽婚纱的新娘 百克力就彻底失控了 今天冲开门 然后要去抢新娘的时候 我的天哪 我当时还真的是控制不住 对 伴娘要为难新郎的时候 他们说 你必须要说一段感动新娘的话 直到新娘哭出来才可以 结果她就看着我看着我 她就在我面前这么跪了下去 没有可能 半跪了下去 对对对 当时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 我心里想 天哪 什么都没说 怎么我们俩就相看泪眼 顺利接到新娘 赶快乘上咱们拉风的座驾 奔向幸福的下一站 对于很多女孩来说 梦想中的完美婚礼中 往往都会出现圣洁的教堂 百克利帮果儿实现了这个愿望 伴随着两句坚定而饱含深情的 我愿意一对幸福的新人也就此诞生了 此时此刻的果儿有何感想呢 谢谢你让我做公主 可以做一辈子吗 如果我是国王的话就可以 不是 国王那是王后 那你是我的女儿是吗 我说百克利 你这言下之意 是已经想要女儿了吗 不管怎样 小便祝福这对新人 能够永远幸福 白头偕老 今天给的果儿 非常完美的一个婚礼 我希望这是我们完美生活的一个开始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你 娱乐心理理参加婚礼 总是好感动啊 上海报道 非常甜蜜 祝福他们 我了解百克利 刚才看的是洞房的画面 现在估计他们还在洞房呢 好 接下来呢 我现在看的是洞房的画面 我现在看的是洞房的画面 还在洞房的画面